远景正要走进巷口,车子冲了出来,朝他撞过来,实在太危险 警方掏枪,朝轮胎射击,嫌犯逃逸 另一个角度的画面看到,车辆右转,枪声大作 案件发生在凌晨三点多,台中东市一家操伤前面 警方发现这辆车围停,是辖区毒品嫌犯的车 上前查看车上没人,但是有毒品吸食器,怀疑有毒品交易 正要走进旁边的巷子吊炒的时候,另一辆车冲出来了 远景惊险闪过,开枪拦阻,车子跑了 半夜枪响,附近不少民众睡梦中被吓醒 有人惊觉开枪,有人以为放鞭炮 围停的这辆车,车主陈欣女子被带回 警方表示在现场查获毒品吸食器还有电子棒秤 陈欣女子毒品条例移送,至于陶翼的车辆 警方扩大追查中,并通知车主导案说明 TVS新闻,张俊恩,吴淑萍,台中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,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